香港教育學院處理校長 鄭演祥教授之分免辭 馮主席 蘇校監 各位校董 各位校長 各位尊貴的嘉賓 各位家長 老師和小朋友 你們好 今天有機會參加你們的聯校畢業短禮 我個人感到非常榮幸和很興奮 因為見到我們這麼活潑的小朋友畢業 首先我向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祝賀 今天當然是大家的重要日子 充滿歡樂 大家那種天真的神情 無比的活力 我們都相信你們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實在為你們高興 祝願你們努力學習 永遠幸福 第二我要向校監 各位校長 老師祝賀 同時致以萬分的敬意 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教育工作是絕對不容易的 令到我們的兒童能夠健康成長 卓越發展 充滿生命力 你們過去做了不少細緻的培育工作 你們的愛心也造就了無數兒童的寶貴未來 在這裡請接受我的敬意 第三 我要向在座的家長祝賀為你們高興 因為你們有這麼活潑美麗的兒女 又在這麼好的幼兒學校裡接受教育成長 恭喜大家 在今天這麼高興的時間 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些新時代 我們培養我們的兒童的一些看法 在無數的研究都顯示出 我們每一個小朋友 我們每一個兒女 都是有多元的潛能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信念就是 我們有沒有恰當的培養他們 令到每一個兒童能夠卓越發展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哈佛大學的教授Harvard Galler 曾經指出 我們每一個小朋友 都有不同的智能 有七種 有音樂的智能 身體機械的智能 邏輯數學的智能 即是計數 那些 語言的智能 以及對空間感覺的智能 人際關係的智能 以及自我認知的智能 這些不同的智能的發展 是成為我們幼兒教育 或者甚至 我們小學教育的一個基石 即是我們怎樣去發展我們的兒童 發展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這樣說 剛才我說的七種智能 是一種先天性的智能 因為它存在了 我們怎樣去發掘它 但是從我的研究來看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 或者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的年輕人 要面對全球化挑戰 所以我們擁有的智能 除了我們先天有的智能之外 後天的多元智能都是重要 在我的說法來說 這是一個叫情境多元智能 contactualiz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我們簡寫的叫做CMI 意思是這個智能 不單純是先天有 而是我們的小朋友 在未來的日子裡 他們想法的方法 他們應付的方法 或者財幹 是可不可以和環境 情境結合起來的 包括什麼呢 有以下六種 第一種就是科技智能 就是說我們的小朋友 知道怎樣利用工具的 利用我們現有的電腦的 利用我們的電話的 所有現有的科技的東西 他懂得怎樣用工具 去達成他的目標 去怎樣解決他的困難 這個重要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經濟的智能 當然這個名字好像很複雜 實際就很簡單 就說有什麼辦法 我們好好地用我們手上的資源呢 我們的社區的資源 個人的資源 或者人類的資源 怎樣能夠用最少的資源 做到最多的利益呢 這種想法呢 我們就說經濟的智能 第三種是什麼呢 大家熟知的 就是我們小朋友一種社交 或者社會的智能 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說 有些小朋友 他跟人相處 是很能夠跟人相處 相處得很愉快 很得人喜歡他 擁護他 又能夠是體貼人 這些說法呢 都是代表了社會智能 甚至現在有些人說法 EQ 情緒的智商 這些都屬於社會的智能 有一種 第四種 就是政治的智能 說起來 就說 會不會有 幼兒院學生都要講政治智能 這是一個名字 還要說 我們很小的小朋友 都已經知道 哪些是我們應該要盡的責任 哪些是我們的義務 還有我們怎樣尊重不同的人的意見 容納別人 還有呢 是 願意讓人參與 多一些跟人相處的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政治智能 那第五樣呢 都寶貴 非常重要 叫做文化 我們的小朋友 知道呢 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最核心的價值 愛 是不是 我們擁有的 自由 我們擁有的 物質 核心的東西 是什麼 信念是什麼 它很小時候一直培養 到最後一種 在近十年裡 世界各地教育改革很強調的 就是學習的智能 學會如學學 它有一種學業的能力 這個當然重要 這些都是屬於後天的智能 影響我們在座每一位畢業生的未來發展很大的 這兩種學說 一個是先天的 一個是情景的 智能的學說 對我們幼兒教育的啟示很大 首先 當然 我們每一個幼兒 是潛能的 潛能的 我們可不可以盡早 讓我們的兒女 讓我們的孩童 能夠潛能呢 特別是多元的潛能 是能夠發揮 但是同時我們也明白 每個小朋友的智能潛能發揮 有快有慢 有強有弱 不是各樣一樣的 因人而異的 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整個學習的歷程裡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體驗學習的樂趣 將這種學習的經驗能夠累積起來 而不會因為我們要學科上的死背死記 不會這樣的 令到我們的兒童在不同的處境 無論是去公園 無論是我們的暢遊 無論是我們藥純心的東西 都會無形中發展到多元的能力 有成功的經驗 他們自然能建立起人生的自信和自尊 所以如果我們很幼 很小的時候能夠培養到他熱愛學習 而對人有信心 小朋友完全不同 第二點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培養我們的小朋友的學習智能 和好奇心 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能夠讓他們知道怎樣去學習 而有動機去學習 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們就掌握了開啟多元智能的寶藏大門 因為他們能夠終生受用 而不斷學習和進步 正如大家知道的一個比喻 我們會買一些魚回來 魚是很好 煮給我們的小朋友吃的 但同時有個說法 我們不是單純捉魚給我們的小朋友吃 如果能夠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知道怎樣捉魚、怎樣釣魚 同時又能夠享受釣魚的樂趣 那我們的小朋友 就有自我發展的能力了 就不會純粹依靠我們的父母 或者我們的師長 所以培養我們兒童自我學習的能力 現在我們強調遊戲 但是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方法 就是由親子閱讀開始 因為當我們父母能夠願意給時間 我們的小朋友和他們一起閱讀 他們的興趣就不同了 又例如我們每星期 找一兩天的時間 帶我們的小朋友去圖書館或者書店 作為家庭活動 當然有時候喝茶是我們的家庭活動 是不是? 但是喝茶要輪很久 時間可能用得多些 如果能夠用這些時間 帶我們的小朋友去書店、圖書館 作為家庭活動 我猜的增益很大 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都可以自由找書看 分享其中的樂趣 這個培養是無形中 一天一天這樣培養著我們的小朋友的 第三樣 很多研究報告都指出 我們現在每一個小朋友 他們未來成就的基礎是怎樣呢? 可以這樣說 早在我們童年的時候已經建立了 所以我們優宜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很小的小朋友已經很早知道怎樣去學東西 有享受學東西的樂趣 又不怕難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學東西有時候是會有挑戰的 如果我們的小朋友能夠不怕難 是他的學習能力和學習的意志當然是高一點 猜都猜到的 他們未來的成就一定是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的家長、老師 對小朋友的愛護和正確的教導 非常非常重要 影響他們一生 無論現在我們的生活是怎樣困難 都不是容易 現在通脹又大 我們的錢又不太見勢 是困難的 但無論這麼困難也好 我希望我們在座各位家長 我都能夠跟老師一起 繼續努力 充滿鼓勵 多一點笑意 特別對我們的孩童 多一點愛意 和多一點支持 最後 祝願你們的教育事業 蒸蒸日上 每一位老師 每一位阿嬸 都能夠經常懷著活潑的心 祝願我們在座 每一位小朋友健康成長 他的潛能是充分發揮 充滿創造力 而且能夠永遠都有一種希望 照耀每一個人的生命 祝願在座各位嘉賓 家長 全體師生 健康 快樂 和進步 多謝大家 多謝鄭教授 接下來的時間是頒發畢業證書 有請鄭教授為我們以下的幼兒學校 頒發畢業證書 首先是胡好幼兒學校畢業新代 學校畢業新名單 今年畢業的同學有 詩詠彤、陳榮林、馮國俊、陳明澤、陳卓彥、李健明、林曉峰、 吳詩怡、蘇象怡、葉柏彥、譚浩三、陳雲芝、鄭永傑、曾曉猛、 泛樂懷、鄒遠仲、楊耳仙、卓健分、羅凱恆、 還有我弟偽說明鄭雨暉 請畢業新代表領取畢業證書 請嘉賓與畢業新拍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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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维景湾幼儿学校毕业生代表宣读婴儿部毕业生名单 婴儿部今年毕业的同学有 许乔 刘沛 陈策 陈亨石 赵景乐 萧子晴 杨崇天 任浩森 殿佩芝 林文谦 董乐晴 姚浩天 陈亦瑶 吴森游 张子月 郑敏 蔡晓文 张乐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崇天 杨崇天 请应移步毕业生代表领取毕业证书 请嘉宾与毕业生拍照 再请维景湾幼儿学校毕业生代表宣读婴儿部毕业生名单 幼儿部今年毕业的同学有 陈泳瑶 曹天熙 许子余 黄浩天 黎展毅 郑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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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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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阴满 吴卓芯 高晓圆 张维青 许青朗 邓乐恒 陳卓飛和我們林詩晴 黃先華 請友宜部畢業生代表領取畢業證書 請嘉賓與畢業生拍照 謝謝 蝴蝶村幼兒學校畢業生代表宣讀畢業生名單 今年畢業的同學有孔領橋 羅子欣 林玉庭 彭建龍 尼家文 朱欽華 關紀正 詩正那 黃紫晉 謝環欣 張曼東 林靜浩 郭曼斌 周曉樂 許晉軒 和我們陳文怡 陸富之 請畢業生代表領取畢業證書 請嘉賓與畢業生拍照 多謝鄭教授 接著有請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馮玉琳博士為以下分寧頒發畢業證書 首先是白家員工慈善基金幼兒學校畢業生代表 宣讀第一隊畢業生名單 第一隊畢業的同學有 張曼君 梁俊偉 蔡嘉義 何佩榮 黃景熙 馮海斌 謝浩宇 白紫晴 蔡榮濤 馮迎衛 歐文智濱 許樂 葉柏橋 李三華 袁浩辣 陳曉豐 莫進軒 春卓 蕭恩正 謝慧敏 周家熙 陳俊田 繼續 請畢業生代表領取畢業證書 請嘉賓與畢業生拍照 完成 再請白家員工慈喇 慈善基金幼儿学校毕业生代表 宣读第二对毕业生名单 第二对毕业的同学有 谭晋生 梁思晴 霍思齐 黄芷晴 徐景俊 叶瑶华 黎雪晴 庸家俊 许润科 黎晋燕 黄家俊 罗良宇 邵慧后 陈明立 黄晋辉 袁山平 黄家湖 史玉河 李奇乐 陈凯琪 司徒帕业 还有我们 黄柏桥 李晓燕 请毕业生代表令徐毕业证书 请嘉宾与毕业生拍照 请嘉宾与毕业生拍照 谭雅氏抗礼幼儿学校毕业生代表 宣读第一对毕业生名单 第一对毕业同学有 陈浩帕与毕业生代表令徐毕业证书 请嘉宾与毕业生拍照 再请谭雅氏抗礼幼儿学校毕业生代表 宣读第二对毕业生名单 贡旅achel 第二对毕业统 童剔书业 朱文琪 谭香亭 鱼显安 时浩大浩泽浩宜 高立阴因宅悉 同志冲周尹与余家宝 同秋大浩云 何在仙 請畢業新代表領取畢業證書 請嘉賓如畢業新拍照 謝謝馮玉倫博士 接著有請本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布簡琴女士為以下分校頒發畢業證書 首先是長沙環幼兒學校畢業生代表 宣讀畢業生名單 今年的畢業同學有